meng solo 好 這邊開始再縮圈 那 巫盡打架就開始了 一直打一直爽 哇 你可以看到C9的薩克一直 一直剪頭一直爽 他們都選在 他們都可以把別人夾在中間 別人打起來了 他就把他夾在中間 可是梅瓦爾這兩隻過點會被抽爛吧 你說到一個重點 但你在打室內的時候 你是要去哪裡 你沒地方去吧 你正在被攻擊 你也走不掉啊 如果你說在室外 那我可以跟你說 這三隻角色的倒一都不OK 但是如果你在室內 我們剛剛講到的重點是 我們在室內最要不得的 就是那兩隻胖胖 其中一個倒下 所以我們還是會希望說 瓦爾雙方正在營運中 帶室內是最好的 不要有人倒也是最好的 看誰直覺他們帶一個室內 塞了六個毒罐 這台藍車應該是我看過最臭的一台車 他想要下來撿牌 胖子 就是 不追了 點個包 你們會好奇為什麼不追那個胖子嗎 因為他追的意義不大 他不如把資源圈不點光 他就要拿到一分 結果他們位置沒了 那很有可能就會馬上被追擊 但現在他們會要轉移 轉移 他們正在這裡 他們正在想要有些認識 他們會有的測試 就是在這裡 看到C9的測試 他們也會有的穩定性 但會不會有的 有的 你可以看到這一版的L4大是真的很強 每一個選手 有能拿他的機會 就多拿一點 這L4大真的很強 這把槍 太噁心了 好他們 你可以聽他們的這個對話 他們一直在說 他打倒一個了 他說他們在那裡 你把他逼出來 他燒到了 好對面推了 Lak看到他開無敵 他就不追了 他們應該是守住 右邊那一道防線就OK了 好你們可以學一下喔 Lak很聰明 你看喔他看到這邊 長弓在跟他對槍 他只射了下意識 只射了一兩槍 他就直接轉頭了 沒有意義阿 你跟一個長弓對槍 你了不起你鎖他 你鎖他兩三槍 他就關門了 他根本就不會被你打到多少傷害 但是他中你一槍 他你就扣60 你要中他四槍以上才會扣60 甚至五槍 你才可能扣60 但是你要想 連射槍你要連續打到五槍的情況 沒這麼高阿 這個機會沒這麼高 相對你 你沒有這個 掩蔽物 他是有一個門的 所以他做這個動作是 遇到長弓我只要開一槍 讓我知道 讓敵人知道我在看你 那敵人就會確定說 你上面有人 那我不要上 我不要走上面 因為有點危險 射殺的 會來 你自己要小心 背後 射殺的 我給你看 射殺的 你看見我什麽 射殺的 射殺的 射殺 好啦你們可以看到他們前面 在丟雷斃隧道的人出來 但是沒什麼效果 那他們馬上很聰明的 趕快轉移一個陣地喔 因為他們知道這邊打起來一定沒結果 不是我贏 就是你贏 廢話 他們打起來一定會被黃雀啦 哇 這個要倒啦 應該是有辦法救的 好 你看 室外也在打他們 室內剛打完 他們進了一個bubble 做了一個好示範 又利用別人的bubble趕快過來 當子彈補槍什麼的 你可以看到剛剛那些畫面 你會不會覺得他們特別幸運 他們被獨倒兩個人 為什麼沒有人去搜他 你們會不會這樣問 因為別組也在忙啊 哪有時間管你啊 你獨倒了 你自己活該 但是沒有人要管你啊 沒有時間啊 你看他SRG出這個陣容 其實 很難移動 真的很難移動 狗汗 菩石 還有大胖 真的很難移動 我也想要出這種陣容啊 這種陣容真的 轉移太爛了 你打大比賽 你又很吃轉移的 你不太可能 你不太可能出這種沒有 沒有轉移技的陣容 所以很辛苦 會非常辛苦 好 100T是準備起飛了 OK 起飛 縮圈的瞬間 開始起飛 開始尋找誰 沒錯 鎖定你了 我就在空中 懷懷一下 看哪邊打起來了 我就飛哪邊 如果都沒有人打起來 不好意思 我就再飛回來 完了 這個 這個大胖差一點就往生了 啊 不好意思 真的往生了 那邊打起來了 那邊打起來了 拉卡進去瞄一個 SSG把C9收掉 你可以看到 C9是有點運氣不好喔 後面逼著他們一定要往前打 然後CLG拿到一個很 很不錯 又很幸運的位置喔 他們選擇最後出來 把丟一個大絕 把C9往前逼 倒完C9根本就沒有辦法反應 那100T剩一個 應該也是差不多了嗎 哇 這邊平行索蘭爆甲 應該換個甲之類 再繼續打 隊友倒了應該不會想要打到底 丟一個火叫隊友救 把門關起來 把門關起來嗎 人來了 第二組來了 那看起來要沒了 完了被燒 沒了 好啦 不要拉了 這邊拉人是非常危險的喔 你一拉人 絕對會有人想要弄你喔 剛講完人就來了 別組也準備進來黃了 拉寶 拉電 你可以看一下天域面 他們現在還活著喔 他們選在一個以後 他們全部的人都站開了 左中右全部站一個 好 他們決定往他們右邊推 NextWid往前 他們想要換位置嗎 沒錯 他們想要換位置 他們很聰明喔 他們先拿到一個 相對 於室內很近的點 他們可以把裡面那組黃掉 也可以跟 裡面那組做一些交換 然後外面也打不了他 因為外面打他 裡面的就會出來打他 上面的也會打他 像這個位置來講 你看到對面有一組 對面有一組 Timmy這邊站的位置 相對來講 比較弱勢對吧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 Timmy會站這個位置是好的 原因是因為上面這組 也會跟著看 六把槍比三把槍 你覺得誰比較強 當然是六把槍 再不準 打比賽的選手 也一定可以造成什麼傷害 他們選這個地方真的是 很漂亮 你看屁股不會有人 會有人的就只有上方 你看前面那一組 被逼到 沒一圈了 就這樣 六把槍直接把他解決了 上面不會打Timmy啊 上面打Timmy 對面的人 就可以先打他 就先守候守問題 你去打 A C就打你啊 你去打 B C會幫你啊 好嗎 這是同理嘛 像這邊的話 我會建議Timmy 他們應該要往外拉一個bubble 然後踩一個邊邊 就圈陣地縮在極限的時候 真的 裡面快要出來那個瞬間 往外拉一個bubble 踩著 或是直接飛起來 他飛起來是很不明智的選擇 應該是會往外拉一個bubble 不然就直接跟他用擠的 好 對面做了一個 做了決定他們也是一個bubble 沒錯 就反制啊 敵人丟bubble你就跟丟bubble 這樣你們同時時間才是公平的 好三個bubble 好 兩邊兩組打起來了 那Timmy這邊看起來是要紅雀影了 好 這個惡靈想要 想要交個無敵 好多罐罐和 你是誰 我是誰 我看不到 喔 剩一個人 喔 Timmy打贏了 你可以看到 Timmy贏的不是贏到開槍喔 他在開槍前 就已經 敵人就已經死了 這個AP一直在毒 一直在毒敵人喔 敵人被擠在圈外 所有人把盾打開 這個20沒我位置站了 所以他也是 運氣不錯 他沒有先被打倒 你看如果他在換蛋前 先把Timmy打倒 那就是 AXEST那一組吃雞 就不會是Timmy這一組吃雞 所以 總規矩你到尾圈 真的還是很拼運氣 真的還是很拼運氣 只要Timmy那一組先死 那 別組完全就 完全就不會有 Timmy那一組還活著的壓力 他也不用跟人家打黃雀 他就是 3打3 他不用3打6 對 所以我覺得 最後面這邊 吃雞真的是 蠻運氣的 但是 AP這邊的 腐蝕規劃也很好 因為他們靠著牆 他們一直把毒 嘗試的擺出去 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 他左邊兩個 然後右邊一個 左邊兩個毒罐 右邊一個 為什麼 就是因為怕說 他這個 大門一打開 可以先射到這個 遠的 離他們比較遠的這個毒罐 打掉之後 他們會認為沒毒了 但是一走出來 又被禁的毒罐毒到 那被緩到的同時 敵人就會想要 就是 偷殺他們幾槍 因為 即使他們有bubble 他們還有可能被湊到 就是會受一些干擾 你看 旭已經打掉一組了 所以剩 XSET這一組 那 Next Week很聰明的是 他不確定 天上有沒有人 所以他打完的下一次 還是先往上看 但是沒想到 人就躲在這個 盾的旁邊而已 然後 我們看到 提米爾先揍了他一拳 我們看提米有沒有 揍了他一拳有沒有 揍他一拳 然後被揍出去被毒到的時候 提米又因為 隊友的毒 讓敵人一直吃毒 吃到 敵人直接死掉 所以 腐蝕在尾圈 真的還是很強勢 你要說 按碼 420 胖子 當然有一定的優勢 但是腐蝕在尾圈 是真的很強勢 太強勢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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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